乌克兰军方星期二呼吁居民 要为俄罗斯对重要基础设施 继续狂轰滥炸做好准备 与此同时 美国总统拜登也发出了 他至今最强烈的警告之一 声称莫斯科正在考虑使用化学武器 昨天俄罗斯向乌克兰下了最后的通牒 要求乌克兰交出哈尔科夫 马里乌波尔还有基辅这三座城市 并且宣布投降 不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是一口拒绝 强调乌克兰不会为了结束战争 向俄罗斯交出任何一座城市 泽连斯基他也表明 一旦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和平谈判达成协议 必须交给乌克兰的公民投票 与此同时 美国总统拜登说 根据美国的情报评估 俄罗斯至今仍然攻不下乌克兰 已经把普京给逼到了墙角 普京现在甚至考虑要使用化学武器 来袭击乌克兰 然后栽赃给美国 企图营造美国在欧洲 有生物和化学武器的假象 乌鲁和拜登他并没有提出任何的证据 来支持这一番言论 而在乌克兰境内 就在乌克兰坚决不投降之际 首都基辅昨天遭遇了最猛烈的炮火袭击 一间购物中心被移为平地 造成至少八人死亡 乌克兰首都基辅西日 繁荣的购物中心遭到炮火攻击之后 如今只剩下残垣断壁 部分建筑物倒塌 瓦砾和建筑残骸遍布满地 消防人员努力地扑灭火苗 民众也纷纷回到现场收拾残局 基辅购物中心被炸之后 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 克纳申科夫很快就出来承认 确实是俄军使用高精度远程武器 摧毁这座购物中心 同时他也指控 是乌克兰现在这座 已经停止运作的购物中心附近 布置了火箭弹要来对付俄军 俄军才会反击的 面对俄军不断轰炸 如今更是达到了基辅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再一次向俄罗斯总统普京 发出会面的要求 泽连斯基表示 如果不跟普京会面 就不可能通过谈判 来结束这场战争 总统会订阅 统会订阅 如果有其他或其他人的保障 这里可以找到公联系列